今集講《存在主義》講《沙特》 簡直講這本書 所以順理成章當然介紹這本書 不過其實介紹這本書還有一個理由 就是通常我介紹的書都是有一個原則 第一就是要看得完 這本書是短的 看得完 存在主義是一個很複雜的思潮 很多哲學家他們寫的東西 剛才我們講了一些共通點 但是還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那些存在主義的哲學家 寫的都是不理會讀者的感受 所以基本上都很難看得明白 但是這本書有個好處 就是它寫得非常之清楚 因為它本來是一個演講 它回應一些人的批評 而且它回應的時候 是透過澄清人家對存在主義的 一些基本概念的誤解 所以我覺得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你就作為一個初學者 第一次接觸存在主義 想對它有些認識 其實這本書是一本非常好的著作 雖然有些人會覺得 你如果想理解沙特的理論 當然看這本書是不夠的 而且它作為一個演講 很多時候的東西會講得比較簡單 和淺了未必講得很大肉 但是我個人就認為作為初學者 不要要求那麼高 看明了你有興趣 跟著再看下去就有意義得多 跟著你可以喜歡看這本 Being and Nothingness 都可以 再難一點就看法文版 所以極力推介 存在主義是人本主義 車椅皮疙磊 parle音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